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军方可能在各界所了解到的时间点更早之前就接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并认为这更加令人相信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说法 中医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29日在一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讨论的听证会上说 在持续研究这个议题后 我现在有信心做出结论说 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实验室 事实上 作为一位前联邦检察官 我认为现在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在共和党人召集的这场听证会上 霍尧出席作证的除了迈克尔众议员外 还包括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 努尼斯 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共和党领袖 罗杰斯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加拉格 来自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卫生部门和国务院官员 以及学术界专家 在共和党人组建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 兼任主席的迈克尔 在29日的听证会上 对中国解放军介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间点提出质疑 并称这可能显示 中共政权在更早之前 或已知新冠病毒的存在 迈克尔说 我的委员会取得新的证词表明 中国军方可能不是在原先报道的 2020年1月 而是在2019年早些时候 就接管了这个实验室 事实上 中国军方在2017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那个实验室 作为一名前检察官 这对我发出了一个信号 说明中国共产党 对那间实验室的一些事情感到担忧 这甚至是在全世界知道什么是新冠病毒之前 要不然 他们为什么要让中国军方接管实验室 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发布书面声明 提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秘密军事行动 内容指出 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声称自己是一个民间机构 但美国已经确认 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 在公开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 至少从2017年开始 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替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 包括实验室动物的实验 声明同时说 武汉病毒研究所直至疫情爆发 都未停止对RATG13进行的研究 武汉病毒研究所还发表旨在提高病毒 在人类传播能力的所谓功能增益的研究报告 美国国务院的那份书面声明说 武汉病毒研究所2019年秋季 有数名研究人员发病 症状与新冠病毒一致 而中共阻止了独立记者、研究人员和世界卫生机构 对包括这些病患在内的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进行访谈 麦库尔说 越来越多的新事实不断将矛头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 可能是病毒的起源 他还认为 病毒很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这不是自然演变的 是从实验室来的 麦库尔所领导的中国工作组 曾在去年9月底公布了一份长达90页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 内容提到 病毒源自于武汉实验室的可能性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库尔透露 他将在7月发表一份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的更新版 预计会囊括更多过去几个月来公布的证据和信息 曾任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的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上将吉洛尔 在29日出席听证时表示 他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意外泄漏 他估计最有可能的起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人员意外感染 继而传播给当地人群 随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数亿人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香港警方七一封锁铜锣湾 民主派团体坚持游行 霸击战发生 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 失焚中共建党100周年党庆 以及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 香港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理由 反对民主派团体举办七一大游行 七一前夕 再次拘捕支联会副主席邹兴同 指控他涉嫌山火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一日在全香港部署一万警力 甚至封锁维员及铜锣行人专区 防止市民上街示威 社民连职工门等多个民间团体 仍然坚持七一在湾仔旺角等地区 百街站 呼吁市民继续发生 亦不少市民穿黑衣 响应被拘捕的邹兴同呼吁上街发声 表达港人心不死 连续第二年没有游行的七一 今年警方布防比去年更严密 出动一万警力在全港各区助手 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以及金子金广场一带 举行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升旗典礼以及酒会的场地 警方布防更是滴水不漏 除了在会展就义入口外围放置大量水马围风 一日早上更有水泡车及瑞武装甲车在湾仔一带戒备 虽然警方反对民主派团体举办七一大游行 奢明连仍然按照过往多年的传统 七一早上游行到主权移交24周年升旗典礼的金子金广场外示威 奢明连按照疫情的四人限聚令 主席黄浩明等四名成员参与游行 起步前数十名警员在场监视 起步前花了大约半小时 逐一搜查四人的背包等随身物品 以及登记身份证信息资料 又警告黄浩明等人不要高呼带有煽动性的口号 游行途中黄浩明带领高呼勿望出心停止政治打压 释放政治犯等口号 呼吁中共百周年党庆 勿望建党出心 推行民主普选 释放所有政治犯 不过黄浩明表示 一百年后在中共管制下的中国和香港 人民既无普选权利 连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等自由亦受到严重剥夺 黄浩明表示 香港经历过去两年的国安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创伤 不少抗争者已沦为阶下囚 公民社会岌岌可危 盛明帘借游行呼吁中共勿望出心 反攻自行 回归根本 立即兑现向全中国人民的承诺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美日加强军演 以防备中国夺取台湾 随着中国军方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美国和日本近来为应对中国有可能发起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 而秘密举行军事演习和联合军事训练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六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美日军方是在特朗普总统最后一年的任期内 开始为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做认真计划的 双方进行了最高机密的沙盘推演 以及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为应对台湾和东中国海间隔诸岛遭受的威胁 于2019年决定大幅扩大日美军事计划 《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 美日军方的这项合作 计划在拜登入主白宫以及安倍的接任者菅义伟主政以后 得以持续向前推进 自从台湾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当选以来 两岸关系急转直下 北京不仅切断了与台北所有的官方联系 还持续增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解放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等军机闯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在6月15日达创纪录的28架次 让美日双双感到震惊 中国海军空军和海警也在尖阁诸岛海域越来越活跃 尖阁诸岛目前由日本管理 但是北京与台北都声称对其拥有主 北京与台北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中国一再强调 台湾必须要与大陆完成统一 北京即使使用武力 也必须完成这一目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7月1日在纪念中共建党百年大会上再次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势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习近平声称 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谋途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万万 他更声称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金融时报的报道引述台湾官员和美日消息人员的话说 自从日本意识到台湾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之后 三方的合作就大打加强了 自2019年下半年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一直在五角大厦担任主管东亚事务副助理 国防部长科林克表示 日本政府越来越意识到 甚至公开承认 防卫台湾等于防卫日本 第四个行为事件事件是 法国对涉嫌隐瞒新疆反人类罪的四家时装零售商立案调查 路透社7月1日援引一名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说 法国检察官已对四家涉嫌隐瞒中国新疆地区反人类罪的时装零售公司 立案调查 这名消息人士说 这项程序与中国被控虐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有关 被调查的有日本讯销公司优衣库法国总部 萨拉的拥有者 法国的SMCP和斯凯奇 这印证了法国媒体网站MediaBacht的一则报道 这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 在收到一则投诉后 反恐检察官办公室内负责反人类罪的单位 已经开启了一项调查 萨拉的母公司IndieDix拒绝承认 该法律投诉中所提到的指称 并表示 该公司进行了严格的追诉控制 并将全面配合法国的调查 该公司在一项声明中说 在IndieDix 我们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零容忍 并建立了政策与程序 以确保这一做法 不会在我们的供应店内发生 SMCP也表示将配合法国当局的调查 以证明这些事不实的指控 两家非政府组织4月初 在法国提出一项投诉 指控这些跨国公司 隐瞒强迫劳动和反人类罪行 几家西方品牌公司 包括H&M 宝伯利和耐克 因为对新疆强迫劳动 表示过关注 而在中国遭到了消费者抵制 今年5月 美国海关扣押了一批优衣库 涉嫌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